咱们又要说到皇后的特权了 皇帝可以翻嫔妃的牌子 让嫔妃到她的寝宫来侍寝 但是皇帝却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皇后 不光是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对待皇后 按照亲宫规定 皇后在侍寝的问题上也有特权 她的特权跟其他嫔妃不一样 是她一个月固定里有这么几天 一个月有几天 另外她是全夜陪着皇帝的 这个在后妃里面 在嫔妃里面是特权 不过说一千到一万 皇后的权力再大 特权再多 她也多不过一个人 谁呢 皇帝的老娘太后 这才是清朝后宫当中权力最大的女人 比如说孝庄太后 慈禧太后 这都是典型人物 不过身为太后权力虽大 可是他们也不可以为所欲为 为什么呢 这里咱们就举例说明 具体就拿孝庄太后来说 众所周知 在清宫女人当中 孝庄太后那是最为传奇的 她13岁嫁给皇太极 皇太极死后 她历晚狂澜 先后辅佐顺治和康熙两代帝王 成为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女政治家 但是孝庄太后更为传奇的 却是她留给后世的一个未解之谜 那就是当年身为太后的她 有没有下嫁给小叔子端文 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个例子 首先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们先梳理一下 回到当年 公元1643年9月21日 皇太极暴病身亡 孝庄太后的生活 当然那个时候还不叫孝庄 她的生活随之被卷入疾风咒语 为什么呢 因为皇太极临终之前 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 所以朝中立马出现了 诸王争卫的混乱局面 那么谁最有实力夺得皇位呢 有两个人 一个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 另一个则是皇太极的弟弟 多尔文 当时这个事情 对于满清政权来说 的确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 因为豪格和多尔文两个人呢 都手握重兵 一旦打起来 谁都没有毕生的保护 那么怎么办呢 一番权衡之后 多尔文竟然提出 由皇太极年幼的儿子弗林 继承皇位 多尔文的这个建议 很快就得到了各方认可 豪格也就被迫退出了竞争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 当时不满六岁的弗林 才得以登上了皇位 称为顺治皇帝 问题来了 当时多尔文的实力 按说比豪格还要略强一点 那么他为什么 却突然主动放弃竞争资格呢 令人想不通的还有 那就是清军入关之后啊 咱们知道 吴三贵打开山海官放清军入关 当时和他达成协议的 就是多尔文 多尔文不仅率军一举占领北京 更以摄政王的身份 总揽朝政 而当时的弗林还在关外 依照当时的情况 多尔文完全可以和满清政权分庭抗礼 甚至自立为皇帝 因为无论从战功 还是军队实力 已经没有人能够跟他一争长短了 但是多尔文依然没有这么做 而是把孝庄和他的儿子顺治 接到北京正式开始了统治中原的顺治朝 为什么会这样 也就在这个时候 孝庄太后下架摄政王多尔文的消息 开始成为全天下最大的黑文 传闻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那么孝庄太后到底有没有下架给多尔文呢 下节接着来